来,初三的同学们,如果这道题目你还不会做,你的数学就有点堪忧了 告诉我们A的四次加B的四次等于A方减去2倍的A方B方加B方再加6 则A方加B方的值为多少 这道题目一个方程两位质量直接解肯定不行 那么此时能不能把A方加B方看成一个整体呢 对已知的式的进行处理就变成了A的四次方加上B的四次方加上2倍的A方B方减去A方加上B方再减6等于0 写成这个形态之后你会发现前面这一部分不就是一个完全平方式吗 也就是A方加上B方的平方再减掉A方加B方减6等于0 写到这里之后我们把A方加B方看成T就变成了T方减D再减6等于0 并且T一定是非负的 进行音式分解之后就变成了T减3再乘以T加2等于0 那么最终T当然是等于3的 也就是说A方加B方一定等于3 这道题目考察的是换源法和音式分解的应用 下课